十五年了 陆远欣 你还记得我吗 十五年前 你和你爷爷夺走了姜家的一切 从那天以后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那会属于我的一切 爷爷我看上那个了 把东西拿过来给少爷 把东西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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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给我不给这是我爷爷的 啊 不好了不好了江老爷子他 他跳到这场了 爹爹 爹爹 你这个大爷就有你害我爷爷 我要去告诉你 小姑娘 生长如战杖 你爷爷收给我 不关是房子 是我的 就愿你爷爷的公司 現在也是我的了 十五年了 你們糾纏雀巢的日子 也該結束了 連大學都沒上過 每次都進入市 珠寶之星設立大賽今晚即將頒強 而我 則會是第一女 這是蝴蝶之類的設計圖 我相信陸總的眼光 好 只要你拿了金獎 金珠師 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這個我們今天參賽的展品 都是我們這些參賽者 優秀的作品 陸氏周磅和我孫子 是我此生最得意的兩件作品 請問小陸總和林小姐什麼時候訂婚呢 也可是我看著的孫子 也是我陸氏最優秀的設計師 不不了 你在意的東西 還有人 一件一件的拿走 我的小公主長大了 這是爺爺牽手為你雕刻的蝴蝶 祝你生日快樂 真漂亮 以後我長大了 也要像爺爺一樣 成為厲害的珠寶設計師 寶貝真乖 這種搭訕的手段 太主力了吧 我只是看著沒胸針 工藝精巧 沒想到你碰巧是他主人罷了 先生 你踩到我裙子了 拿住 你不會想要正手段進公司吧 我裙子髒了 我去處理一下 等一下 你不是喜歡這枚雄針嗎 就當然賠罪 這就上勾了 洛彥席 像我的東西向我裙子 真是可惜 你沒老舊的雄針而已 喜歡就送你 這麼好的雄針 你確實不配 我確實喜歡 接下來要揭曉的是 本屆 珠寶之星設計大賽金獎 金獎的獲得者是誰呢 她就是 林妍可小姐 林總監太厲害了 已經連續五年拿到大賽金獎了 我要是有林妍可的才華 再加上我這漂亮的臉蛋 拿下陸總不是分分中的事 這份榮耀 不只屬於我一個人 我要感謝 從十八歲起 就在我身邊 默默支持我的 陸彥行 陸總和林總這要官宣了嗎 哇 好浪漫 陸總才看不上林妍可呢 你等著看不上 接下來有請董事長上臺 為林妍可頒發 設計之星獎杯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位小姐沒有獲獎的人 是不允許上林獎台的 我原本以為 珠寶之星大賽是公平公正的比賽 沒想到啊 也會有黑幕 自己拿不了第一名 就說比賽不公正 怎麼不反省反省自己的能力 就是 林妍可可是陸氏珠寶的設計總監 代表了國內頂尖水平 小姑娘 別胡說八道 你要知道 以我陸氏在珠寶界的地位 封殺你一個小設計師 易如反掌 那 能不能把獲獎作品 展出讓我看看 好讓我開開眼 如果我真的記不如人 我也好死心嗎 董事長 這不符合規矩 陸氏的新品發布會還沒有開 怎麼能提前展出設計圖呢 是啊 董事長憑什麼聽你 萬一你是競爭對手派過來的間諜呢 其實我也想看看 憑什麼競爭不是我 我覺得我的作品很好啊 就是 把競爭作品暫時給大家看看嘛 每年你輸給林彥可 我不知道怎麼輸的 陸氏做事向來公平公正 大家不要被他煽動了 新品還沒上市 現在還不能公開設計圖 是不能公開 他是不敢公開 你在害怕什麼 畫的再好有什麼用 金獎只能是我的 把金獎作品呈上來 還有這位小姐的作品 也一併呈上 我叫尋針 尋找的尋 真相的主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還想問路總 怎麼我的作品 會牽著 你很可以 這是蝴蝶之類的設計圖 這是蝴蝶之類的設計圖 我相信 路總的眼光 只要白痴還那麼猖狂 我一定會動用所有公關 在行業封殺你 這幅蝴蝶之類 就是我的作品 我相信 路總會給我證明的 彥蝶 你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吧 他確實給我看過 類似的設計圖 那我就有個問題了 你是怎麼拿到 林總監的設計草稿 你是說 我做他的作品 難道不是嗎 你這種女人 我見多了 為了引起路總的注意 用這種嚇嘴 林總監 壞事做多了 是會露出馬腳 怎麼樣 這位 看著眼熟嗎 怎麼樣 這位 看著眼熟嗎 蝶紅 你怎麼在這 林總監 原來你一直在騙我 我畫了這麼多作品 最後都成了你的名字了 這不是公司保密的設計圖嗎 怎麼會在他身上 難道這些都不是林顏可畫的 天哪 真沒想到林顏可藏這麼深 看來 林總監偷東西是老鼠 蝶紅 蝶紅 他給你多少錢 讓你這麼污衊我 我沒有 蝶紅 別怕 現場這麼多人看著 還有記者在 我一定會給你討回公道 林顏 公司的設計圖 怎麼會在他那裡 他誰啊 他 他崇拜我 賞拜我為師 董事長 我好幸好意把設計圖拿給他學習 沒想到 他竟然聯合外人 給陸室潰髒水 不是這樣的 你胡說 你鼓勵我好好畫 你就畫好了 會幫我成為設計師的 哦 原來你們兩個是一夥的 你們就是別的公司派過來 詆毀陸室的 怎麼 陸總 會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吧 我不相信自己公司有夠 相信你一個 重要的是 保全都是 收教了 誰說我教的是白卷 誰說我教的是白卷 李妍可 螳螂捕蠶 橫穴在後的不是 我教的這幅不是白卷 我覺得這幅不是白卷 只是因為我知道 有某些人想要盜用我的作品 所以我提前 做了一個小小的防偽標 我教的是 神呢 我竟然在一家白紙上看到一些蝴蝶 不可能 作弊 一定是你偷換的花卷 這是經濟山城市 啊 你到底是誰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你到底是誰 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我是徐英正啊 董事長 您不會覺得 我比 林總監優秀 您就又要封殺我 你怎麼有臉來賺 拿了錢 就該乖乖閉嘴 退出珠寶之心大賽 這是十萬的支票 頂你這種小設計師一年的工資了 如果我說 我不答應 凭以前是看得起你 這事由不得你不答應 屬於我的位置 我會通通的拿回來 不管是金將 還是錄影星 我要寫在剛剛開始 爺爺 孫女回來了 今天 我見到陸不良了 他奪走的一切 都會拿回來 你放心 我很快就可以接你回家了 謝叔叔不想出國 將來 陸不良是不會放過江家的 我答應了你也必須照顧 也必須跟我走 我回家 陸總 你跟蹤我 你在這幹嘛 來牧原 當然是寄店故人了 我不允許任何人威脅到陸市 珠寶之心的事 最好得我把解釋 好 我相信 你會感興趣的 公司名譽和婚妻 你會怎麼選 你會怎麼選 什麼是你啊 勾引別人未婚夫之前 是不是該調查調查 我林妍可 我林妍可是什麼人 林妍可 國內頂尖設計學院畢業 斬獲國內外多個設計金獎 被譽為 天才玉女設計師 除了這些 最顯赴的 最顯赫的 是你的家室 林家掌握著幾個原始供應鏈 僅憑這一點 路不良 都要讓你三分 你既然知道 還敢跟我說 這麼多年來 都是別人在給你設計 這麼多年來 一旦曝光 沒說 你會怎麼了 開個架吧 多少錢能讓你避 我要你公開 向蕭紅道歉 然後離開路時 離開路也行 好 但是在發布會前 畢竟 天為定 各位 之前珠寶之星大賽出現的小插曲 其實是 陸氏公關 故意設計的 為了新品上市 但是呢 沒有表演好 所以讓大家產生了誤會 荀真 是我們公司的員工 另外 蝴蝶之類也正是荀真 面試時候的作品 請問您是不是一早就知道陸總的計劃呢 荀真 恭喜你 獲得 珠寶之星的金獎 也歡迎你 加入 入市這個大家庭 祝賀你 荀真 金獎本來就是我的 林彥可 你今天該給蕭紅一個交代 荀真 算了 不要再說了 憑什麼算了 林彥可又逼你而說聲 好啊 我要聽聽蕭紅怎麼說 我 我要給林總監道歉 是我技術不好 一直沒有掌跡 才會 才會誤解林總監 對不起林總監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 我批評了你 對不起 我批評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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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令我折腐 馨珍 你在意的金角到手了 我在意的路氏名誉保全了 这不是两天起义 那萧红呢 林岩可该给萧红道歉的 够了 馨珍 你说林岩可利用我 你也在利用我不是吗 是是你把我逼上他 是你把事情脑袋 以后还要拿下公司赶救我 萧红 我会给你找回真相的 真相什么是真相 你们只关注利益 不关注真相 不是吗 馨珍 萧红的求我不要为难你 你最好不要辜负了他的苦心 你明天到路时开始上班 萧红啊 公司给你安排了最好的国外研修课 谢谢路总 谢谢路总 那 这不是接待欢喜吗 谁在合作 是我答应了 高估了路眼型的了承 商人的眼里 果然只有利益 成交 在设计部做事 本本分分的最好 不要以为放上路总 就会被人高看一眼 当然了 林总监 您是国内顶尖的设计师 我要是在路实立足 还得看您的心情 是不是 设计部 设计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 苏云和你只能留一个 各凭本是吧 放心吧 师姐 我一定可以的 你心远都想明明 你就住在这里 林颜可 哎呀妈 你就放心吧 路眼型我是在彼得 林颜可那个闯祸 在路总身边待了六七年 连床都爬不上去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 隔墙有耳 在卫生间里 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 我请告你啊 最好不要说出去 等我成了路太太 跟你顺便加薪 林总监 师姐 林总监 刚好你来了 我有话和你说 许真 你有本事和我光明真大竞争 别暗地里搞我 我只是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林总监的意见 你那么有本事 哪里需要我提意见 林总监是害怕我超过你吗 还是说 还想和上司一样 把我的设计稿换上白卷 我 我 师姐 你放心 我肯定站你这边 跟我斗 比你也配 我会好好的在陆市待下去的 如果有人敢揍我 我也一定不会分不得 真不知道陆总看上他什么 你这种人招进公司 有酒 终究是祸害 师姐 那你可得帮帮我呀 那是他 公司大客户王大声 你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陆总 您找我 陆总 平时在威胁我吗 乔庄城李小姐 提前调换了 林严可准备好的白卷 监控拍的一心二组 你是奔着林严可来的 还你出国来的 看来陆总眼睛不瞎呀 那林严可偷梁换住的事情 你都知道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就是想将林严可的罪证 公之于众 为行业出海 有时候 正义感太巧 会刺伤自己 陆严谨 你还真不会是路不了的行走 你让你利益 我是商人利益之上 而我 是囚公 林严可斗 你谈不到好处的 是吗 多谢陆总 陆总 这是寻真资料 他从六岁起 就跟着千伟强学艺 千伟强曾经是 江老爷子的徒弟 寻真 蝴蝶之类的设计手法 估计就是跟千伟强学的 这你有种小好 把调查结果交给董事长 还有 跟进他 看看他除了要报复林严可 他想干嘛 他 应该不是林总监的对手 不用管 这个丫头 不会让你吃 提前准备好一个身份 再创造一个敌人 让真正的敌人 放松体质 请真原来你在这呀 林总盐到处找你呢 你过去看看吧 好 我知道了 你过去看看 王总 你是新来的吧 我说以前没见过你呢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苏云 林总监 想我为您退下服务 好 那快把你们的新款专件都拿来吧 哎呀这么多啊 怎么挑啊 要不 你帮我给带着看看呗 我的手是画图的手 是您夫人贵妻 还是夫人带上 更好看一点 你手带着好看好看 王总来了 这是我们的设计师 寻真 珠宝之星金奖获得者 让他为您介绍 好好好 好好好 你跟我来 给王总泡谱茶 拿些点心 啊 苏云 你在做什么 你是设计师 不是做台小姐 师姐 师姐我 在公司叫林总监 林总监 你的意思不是让我的业绩超过寻真 跟走他吗 麻烦你把脑子带来 如果 寻真和王大生偷情 被王太太当场逐渐 我明白了 别弄小成拙 被开除的是你 嗯 啊 啊 哎呀饶饶饶饶饶饶 啊 你知道吗医生 你别人做你了啊 乌云 快送王总去医院啊 嗯 嗯 嗯 徐准 王总是公司的大客户 你动手打人 生意丢了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林总监 监控 可都看着 路总 因为王大生他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就出手教训了他一下 你一定要听陆氏的员工做主啊 没事吧 我没事 王大生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王大生就是个吃晚饭的 我教训了他 说不定王太太还要感谢我呢 得罪了公司大客户 我看也没什么必要继续在陆氏待着 我看也没什么必要继续在陆氏待着 陆总都开口了 去人事处办离职手续吧 邹总 您一向不是很注重公司迷律的吗 这适用其内的员工 遭性骚扰因为反抗不起 我想八卦记者应该很感兴趣这个话题 不要拿路实的名声来说 不然你会说的很惨 林总监 看好你的下属 别再给我通什么骆子 群真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留在陆氏 非要和我共去 因为 你挡我的路 林总监您误会了 这陆氏是国内最好的珠宝公司 我只是想 好了 我还好好看着你 别在我眼皮这些爽话中 我可以 把王太太找过来 但我有个要求 开除苏云 我凭什么答应你 这苏云想要爬上陆总的床 你可以借我的手除掉她 我喜欢聪明 啊对了 如果你搞不定 你和苏云一起 但林燕可是想象 王太太拓入我和苏云 拨引王大师 然后跟她的手 除掉我和苏云 那我就将计究计 你学过 那不是啦 对啊 好 我和苏云 你刚挨千刀的啊 你骗我加班啊 原来在这 我和苏云 慶珍你是故意的 你媽媽有沒有教過你 和別人出來吃飯 不要穿著太暴露 不然的話 被你家太太當作小孫 你天真一亮看你就不對勁 跟老王媽沒那麼有趣 說話要講證據 我和王總正當交往 哎 我丟的保持戒的咱們對你手上 哇 家嘴 哎呀好了姑姑別生氣了 他呀卻胸大無腦 不過 你相信我 他是不會看上王大山的 姑姑 你看啊 你倆認識 你耍我呢 你倆認識 你耍我呢 原來呀 你這變化也太大了 這麼多年也沒個言訊 這回好 你終於回來了 姑姑 我現在改名叫尋真 在陸師工作 哎 就是姑姑啊 唯一能給到你的 看她喜歡嗎 姑姑 我這次回來 主要是找陸服量 陸家欠我們江家的 我都會用法律的手段去懲罰她們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靠自己的努力 成為國內頂進的設計師 我 你可千萬別對外邊 曝光回來 這姑姑最近年做的生意 可見不到 您放心好了 過 你得幫你 我這是在幫你 我這是在幫你 你瞧瞧 這麼多人看著呢 多不好意思 坐 坐吧 不愧 王大師的算個可以啊 好了 姑姑 別生氣了 王太太 對不起 我和王祖真的清清白白 這顆戒指 我都還沒帶任何能 就還給你了 今天這個事 我看著尋真的面子 就算了 不過啊 就你們那個林總監 他可以一直在算 進你們兩個呢啊 是嗎 秦珍 我以後都站你這邊 絕對的 與其多一個敵人 不如多一個幫手 不是小秦嗎 你來陸師工作 怎麼也不早說呀 你要早說 長來了 呦 小陸總 你可真是大忙人啊 聽說王太太大家光臨 就趕緊過來了 陸總是過來監工的 還是 聽別人挑唆 來看我笑話的 嗯 順道過來視察一下 黃太太 黃太太 這是我們設計部 新來的設計師 尋真 今年珠寶之星設計大賽第一名 由他為您服務 包您來 把你們店裡 最新款的珠寶 全部給我拿來看看 王太太 我帶您過去 我帶您過去 陸總眼光 挺獨特的嗎 說 你怎麼說 這多虧了您啊 王太太說了 他這是我們這個 怎麼 給我的房卡 不做數 過十坡 哎呀呀 知道什麼呀 這是 糖分這麼高 哎 這尺寸又這麼濃 乾淨拿走拿走 我看著這血糖的飆升 還有這茶 是樹蓉茶包泡的吧 我只喝綠茶 清明前的龍體 落水沖泡 抱歉啊王太太 我馬上給您更換 連杯茶都短不穩 還當什麼設計師 王太太 好痛 跟我走 等你上來 看不得他那個樣子 這給誰看呢 設計師靠手吃飯 姑姑你燙上了他 恐怕 摸水 一點都不燙 你也不燙 男人啊 都是正眼像 就連他六個眼型 都不例外 不過啊 現在錄影星他吃這一招 那我就將其就劫 氣死了一個 六小叉什么花样 孙徐玥 不用了 我就是胃病 我休息一下就好 别选笑 你要是帮你通证家属 我这男朋友 我没有男朋友 你醒了 还好你男朋友送来了及时 也不知道你怎么痛晕了才来医院 他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我老板 那你老板忙前忙后还挺贴心 他交费去了 说一会儿就来陪你了 那你先休息吧 男人都脸像细雨 沐隐行也不意外 胃痛 就记得吃饭 我要你喂我 我不方便 好吧 我可不像陆氏鸡吞 有苛代员工的名声传出去 陆总 还真是个气管炎呀 我去接电话 不要走 好不好 别闹 马上 陆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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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你心中就这么重要吗 偏要试试 这个时间你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不用 我自己回去 我送 啊没有 送一个客户 我送你 上车吧 我送你 陆总 我喜欢你 陆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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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抢得手的 别感冒了 先上车 你刚说什么 你要上钩了 我说我 糟糕 为什么 心跳这么快 你就是单纯想弃 有点可怕 我不懂陆总的意思 不是想当我的女人吗 这人摇性卡 永久有效 嗯 这人摇性卡 永久有效 我要光明正大的 成为陆总的女人 跟你想清楚了再找我 送我回公司吧 我要回去下班 啊等一下等一下 哇还有人呢 开门啊 开门 有了这个信号屏蔽器 有了这个信号屏蔽器 保指连一通电话 一段消息的发不出去 怎么会这样 大家明明有信号的呀 有没有人 开门 啊 陆总 这么晚了 我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 你能不能送送我啊 眼星啊 啊刚好 你到底哪里面走去 啊 啊 啊 你走去 我不看 知道錯了 蘇緣 敢和我搶王 再有下次 你這嬌嫩的小臉袋 你就不保 我永遠渴 倒不過請就就拿我撒起 你要本事敢找他 過了今晚 荀珍在錄事的日子 也就到頭 我說什麼 李可你這個瘋子 我做過你不會做過你 這就是和我搶男人的下場 他就是小偷抓住他 暫停昨天丟失了非常重要的鑽石 需要你接受調查 在這等著我呢 一個小偷陷害別人 也只會想到偷錢 你還笑得出來 按理說昨天暫停壁館 不應該有小偷進來才對 所以我懷疑是員工監守自盜 東西丟了 第一時間不是應該查監控嗎 監控在檢修 從昨天白天到晚上都沒有拍到 你說怎麼這麼巧 監控在檢修 前一天剛好是你在經典展品 然後暫時就丟了 所以跟我回去接受調查 照你這麼說的話 那是不是 所有出展廳的人都應該接受調查 不好意思啊 昨天只有你一個人 你沒來展廳的話 你怎麼知道東西 還是說 東西就是你 你別勸告恨人啊 荀珍 沒有想到你竟然摳東西 林總監這麼著急給我定罪 去擔心自己的圈套 別給他直接說 算是你給他在他手上 那你來搜尋 建林總監這麼堵定是我偷的 那你來搜尋 我來搜 你也敢在幹嘛 露總 他們是我偷東西 你 等一下 事情還沒有查清楚 他不可以 林總監 你手裡握著什麼東西 你來自來看看 如果有人責喊收集 露總 別打算他們出來 請林總打開手掌讓我們看看 不可能 東西一定還在你身手 在哪呢 收拾 露總 我剛剛跟進 小偷你敢污蔑我 露總 林總監他不分青紅皂白就污蔑我 東西明明是在他身上 你要替我做主啊 露總監 林彥可 你給我試隔 以後不要他這樣 即使他像剛才那樣針對你 你還是不離開魯氏嗎 我也很好奇 林彥可到底是用你什麼把柄 而你這麼離不開他 不是我離不開他 是魯氏離不開林彥可 我懂了 走走 林彥可 我一定會用我自己的方式 讓你出去 沒了蕭紅 哪在就找不出一個畫風和我相似的人了嗎 這不挺好的嗎 你看這張 還有這張 找國外設計師做 不容易被發現 哦 還得是零啊 就是比我猖 快點話 你簽了保密協議 要是說出去 你要賠償十倍以上哦 沒有想到 這麼快 就拿到了林彥可吧 嗯好 尋真 你怎麼在這兒 陸總 今天這陸是非常明顯 你不要叫去 你的事 過後再生 今天是我林彥可的主場 只有被邀請的人才可以參加 而且 你穿成這樣 也不夠當詞 我就是來和陸總打成招呼 沒想興趣 陸總 祝您 心想事成 哎你來了 我這麼好的手藝 當然要讓更多的人看到 嗯 這做工越來越好了 都可以影響亂真了 一會兒你把這些傳單發完 你把這包裡的免費首飾都送出去 好的老大 林彥可 這下我看你還笑得出來 循著 你怎麼進來了 來的有點晚了 錯過了林總結的大秀 有點可惜 當然是要親眼看著陸師 名譽送 接下來開始我們的拍賣環節 等一下 陸總 跟我出來一下 嗨 這項鍊 這項鍊 怎麼和彈上的一模一樣 聽說現在 外面真的免費發 人手一條 他 我看來是 你怎麼看的 你怎麼看我 這個 我看你 你怎麼看我 是 你們 你怎麼看我 我看你 你怎麼看我 我看你 作品都是我畫的 這麼多年他一直在任強說 他更配做陸氏設計總監 訓政 如果你讓陸氏 會把你幹出去 陸總 現在只有我可以叫陸氏 我今晚就要成為陸氏新任的設計總監 噓 舊不舊 允許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大家剛剛呢是一個小插曲 那些手勢是陸氏為了回饋老客戶 特意為大家訂製的 敬者有份 來大家將自己地址寫好交給陸秘書 後續陸總會為大家持續發出的 讓我們謝謝陸總 徐真 你快給我出去 嗯 給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陸氏珠寶集團 新進的珠寶設計師 也就是珠寶執行大賽金獎獲得者 徐真 今晚的高定產品 全部由徐真設計 這意味著林顏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舍基姐出新人了 陸氏珠寶大換喜 那個林顏可不是陸總的未婚妻嗎 怎麼說換就換 我幫陸總救了場 陸總是要感謝我嗎 你為了報復林顏可 就這麼不再說話嗎 陸總 放棄林顏可 選我怎麼樣 陸總 放棄林顏可 選我怎麼樣 等你處理好了林顏可 你再來問我 你確實比林顏可的設計點高 我會憑藉自己的能力 成為國內一流的設計師 不辜負陸總的希望 爺爺 我會帶著你的遺願 設計出更好的作品 傳承美白基 你 林顏可 你瘋了 殺人是犯法的 你很威風 出盡風潮 你那麼有能耐 為什麼偏偏要進路 是要和我搶男人啊 這都是他們那個慶 讓他來做事公司 這都是公司的決定 不要中逗 四方踏天入宿 我就沒有睡過一個安穩掉 你把它開除好不好 你會像以前一樣 勋戰 你不要再唱 只會激到他 林顏可 賤女 我要殺給你 快 快 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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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醒了 你要是死了 陆氏又要上新闻头条 这怎么难为陆总了 这么大个总裁 为我挡到 现在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陆氏需要你接受采访 澄清你和苏云的个人恩怨 降低对陆氏的不良影响 苏云是你招进来的 林渊可又是你的恶婚妻 陆总自己倾向的情侦 让我替你挨桃子 这笔账怎算 还有条件吗 我要你开除林渊可 和陆氏公开下的条件 不可能 现在舆论对陆属立 公司立派林渊 行 那我换个条件 我换个条件 请 以后低会 师家你这个小店人 一而三三三个给我演笑 沿河 事情是我对你太宽闻了 洛演行我实在必须 也行 救我 走不走 竟然讓我帶刀子 心中就會一起散 你給我等著 也行 你等等我 傷人性命人差點死了 這事鬧大沒人給你鬥體 這都是他自找的 他看上了我的男人 我不該給他的顏色看看嗎 似可而止 我們兩者合作關係 別忘記的事 陸彥星 你需要我 需要林氏在背後支持你 如果不是我的 陸氏 早就不信陸了 我是珍惜愛你 沒想到了陸彥星 原來你和李彥可 只是另一關 只是另一關 呦 傷好了 提醒你一句 不是你的東西 就不要寄予 免得 免得再引來殺身之禍 啊 林氏可 你知不知道 我忍你很久了 你敢打我 你不想播了嗎 啊 啊 放開我 你倆就是咱們嗎 不好意思 說有點撕手 我 我希望他打我 那我就替你爸好好教訓教訓你 讓你爸不要謝我 我告你惡意傷人 喂不好了 你自己被人打了 天哪 徐真竟然敢打你 徐真你給我出來 你把林總結打成這個樣子 生氣橘子的 徐總 你還為我主持公道啊 林總結他 他說我公益你 他幫我打成這樣 你胡說 我根本就沒有打你 你剛才又來了 哇 你們都不想上班了 啊啊 啊啊啊我脫脫脫脫 看來你在路影行星中 你沒那麼重要 嗯 薰珍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所以握着我的几个小把柄 却能把我赶出路式了吧 嗯你出不出局的我都不在乎 我要的只有路 啊 你干嘛 我劝你叫别乱来 根本不是我这事别白 李岩可今天晚上一定要拿下陆远兴 等生米煮成熟饭 薰珍你还拿什么和我争 林总监你可算来了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放心吧 事成之后 保你生殖加薪 多谢 放眼神 你装什么证据 嗯 然后事件 眼神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怕我 叶可 我只是家无理由 如果希望我们真的做了这种事 我们连切都照亮 你还要 我要 得不到你的心 至少得到你的人 不是 你 只是你也有你 好大林家的名字 如果還會有那種事情 是啊 眼星我都願意的 我心甘情願為你奉上林家的一句 只要你想要要了 他他誰 我心甘情願意 爺爺 這是我同學的廉言可 還有學設計的手藝可棒了爺爺好 好好好 呃等你們倆畢業了都來老師購物 有你們在呀 爺爺 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哈哈哈哈 爺爺 幹嘛調查我身邊的人 哎呀好尊重 咱們算是錢得飽了 這個林言可啊 是林氏集團的獨生命 林氏掌控著 我們路是最稀缺的原始公園 你 你不要打什麼 如果你連 吞兵林家的野心都不敢有 那你憑什麼做 用事著我的證明 難道你要讓林家成下一個江家嗎 那是江家不夠爭氣 如果你不夠爭氣 陸家也會被別人吞兵 對不起 我寫了 也要離我遠一點 也路加遠一點 又也行 你心裡打你想著誰 我都卡進我份兒了 你還要我怎麼樣 好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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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是你嗎 先讓我看看 哇 你認得我 不行你醒醒你該叫什麼 你醒醒 上輩子欠你呗 這亂費我一晚上心情 走啊 啊 衝心 眼睛 眼睛醒醒 你該叫什麼 眼睛 啊 個招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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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嗯 嗯 mache 旅途 昨天晚上你今日做什么 都把你衣服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一个女人怎麼那麼不清楚 是随便上哪床 拜托这是我的床 昨天晚上可是我把你从林延可 那个木老虎的口中救出来的 这女人变态吧 是让我去看现场直播呀 这件事不论随便说出去 我衣服 拿去洗了 那我穿什么 光着呗 嗯身材 还不错嘛 喂别拍喂别拍这 哎呀你这会把柄 以后好危险 那是你谁 哎呀你走死人了 哎 来来来拍两张 拍两张 刘先生你干什么 把手机放下 你把我弄死你 好了 现在 有把柄 这边 你怎么在这 陆远行 拒绝我就算了 转身就是变丫头 你让我的脸往哪放 是我 叫林所见的 疯了 疯了 循珍你不要脸 远行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就是为了报复而已 是 就是为了报 没有 是为了报复而已 啊我先走了 你们俩 慢慢聊 简直丢死人了 他记不成18米 路总统一开房再曝光落 跟哪里呢 听说也是打得急啊 真的 是吧 啊 是吗 哪看的新闻 有人都上热搜了 怎么开房子 啊不好意思啊我到了让一下 我会这么倒霉吧 成了八卦线文的女主 水门都满天飞了 这孩子还瞒着我们呢 哈哈 哦 你看看你干什么好事 还不给你林叔叔一个交代 我 爷爷 这席人有误会 我跟颜可什么都闷合 好事 颜可是我认定的孙媳妇 哈哈哈哈 抱歉啊 这个是我陆家啊 重视不成 我们把 公主就改向你们 业佛的心了 我们啊 对颜可真的一个女儿 以后林家的家庭都是颜可的 我们给颜可挑女学 自然要多番考验 妈 你别吓我也行 这两句话都承受不了了 凭什么去 林伯父 林伯 我跟颜可一直是很好的 我没想到 陆远行 当时长辈的面 你非要让我下不来台吗 林伯 你故意把粉放给媒体 已经严重影响到录制骨架 瞧吧 你这样羞辱我女儿 是不把我林家庞的眼里吗 信息啊 这两个孩子啊 犯罪 也许平常他不这样 严谦 严谦他见 爷爷 爸妈 你们是来说亲了还是来吵架的 那你凶干嘛 这啥闺女 我们这都是像的你 为你好 小林可吵吵闹闹 这辈子 我非论也行不驾 你们两个有矛盾呢 先自己解决 去去去 别影响我们老人家喝茶 爷爷 刚好两方长辈都在 有些事情 我当面走去 爷爷 爷爷 爷爷没事了 打电话 爷爷 爷爷 爷爷你吓我 你要吗 救人 爷爷 爷爷 今日陆氏集团发出公告 新任总裁陆远行 将和林氏千金林颜可订婚 林家掌握着陆氏珠宝需要的原况时 这桩姻缘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易 请继续关注本台报道 喂 师傅 对林家海外资产的收购 进展怎么样了 一旦陆家和林氏翻了脸 林家就会断了陆氏的供应链 到时候我们收购陆家就更方便了 林总监 你 陆氏 陆远行 是不会和我猫的 陆氏集团 一半以上的货源 都是我林家在供应 如果林家 平了货源 陆远行也保不住总裁的位置 陆氏集团 总是会那帮老家伙 可不是什么流的 你是说 你林家 是陆远行的保密服 来了你 不是其他 搞不定 正是如此 那时候 个眼神也会一无所谓 而你 什么也得不到 林言可 你马上就会成为一把钱 一把 此相录之心的钱 你 也行 爷爷 活不了多久了 也不能再护着你了 可你需要 林家 这把保护伞 爷爷 你相信我 我凭自己的实力 一定能当好集团总裁 而不是靠 强盾别人家传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还在怪我 你还给我那是我爷爷的 你还给我 那真的是我的爷爷的 你还给我 弱肉强食 他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人 他是想要 就要凭凡事来去 爷爷我不要了 我去还给他吧 你记住 爷爷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你将来打击 你不想别人 别人也会想你 可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而且他爷爷还死了 他太可怜了 要怪就怪他不够强 如果你不够强 那算了就是爷爷 你想看到爷爷死吗 不想 爷爷我不是怪你 我是不认可你能做事方法 你 你非要等吃到了亏 才能明白爷爷的用心吗 董事会 你把老家伙天天盘着我死 等我死了 谁来护着 谁来护着 陆家 爸爸 为什么 добр self 秦 姚 Jo 跟你 转 刚说 你 你可以 我 你 你 你会没事的 我爸给爷爷成了最好的医生 要是没有爷爷 我就真是挂了 都怪我 都怪我日夜三天 要不然他也不会 是 爷爷我是颜可 呦 闺女 白了 哎呀 爷爷只能帮你到哪儿了 叶昕是个孝顺的孩子 他肥皮疙瘩 一会眼睛来看你千万别穿帮了 哎 叶昕啊 确实需要林家的支持 别走 爷爷就把叶昕托付给你了 路叶昕 你也体会到 我失去爷爷的最新之痛 你来这干嘛 这里不欢迎你 我听说董事长突发心脏病 我过来看看 来看看陆娘死了吗 爷爷 爷爷 什么喊 我还没死了 漏蛇 那么多树都盼死 说不定错别 但你小子给气死 这老众面色红润 难不成是装病 逼婚露也行 他怎麼在這兒 剛好來醫院 沒想到 遇到路總 就過來看看 我現在就走 等等 你來的正好 我一個好方便 那你 你來的正好 趁早打消那些不敢有的念心 什麼好消息啊爺爺 當然是你和 也行定婚的好家爺 爺爺 你身體剛好 這些事我你說不成 哎呀我都盼了這麼多年了 你和顏可啊 是哪小的情意 家事 我都盼了 門底都很背 趁著把事情給辦了吧 眼星 爺爺不能再受刺激了 你就聽爺爺的話吧 不是可是 爺爺爺 哎呀 眼星 哎呦你爸媽 好好照顧你 咱們好堅實 哎呀 看來 我也虧對你爸媽了 你說 你是想辦喜事 還是想辦傷事 你自己定 明天我和陸總就要訂婚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改口叫你陸太太了呀 哎呀在公司還是叫林總監得好 哎呀反正明天就是訂婚宴了 明天再叫你來得及 這訂婚又不是結婚 哪來的陸太太 東西我拿了 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和演習的訂婚宴 我和演習敬大家一杯 好好好 來來來來來 演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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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賓客參加陸演習先生與林彥克小姐的訂婚儀式 下面有請兩位新人切訂婚蛋糕 陸太太引起 你來但是我沒有邀請你 薰震今天這不是沒事的事 放輕鬆嗎 我又不是來去回你 我只是來給二位新人 你村長 巢長 你若真是來送祝福的 那把不乾 parte 撤回去 若是來獎局的 那就請與我陸亚作對 我羅毛請你回去 老師長 我這酒還沒喝呢 你就要趕我出去 這不是帶客這到吧 這是我和演馴的喜酒 這給我淨你 我淨你 過往的恩怨 今天我變婚 還請你高台介紹 林小姐真有大家共犯吃酥打理 我看這不是訂婚 是逼婚 勳真你別訂酒不吃吃罰酒逼婚 我說呢我看著小路總也不太喜歡林小姐 要不然這麼多年早就結婚了 算什麼東西我女兒的訂婚也沒有邀請你 就是你們快把他趕出去 林小姐這麼著急趕我出去 是怕我說出什麼事情 我 放死 這是我路家和林家的事情 你說哪個錯 你 董事長這身如紅棕 目如閃電 身體可真是好 你是願意調查過你的身體報告 報告上些事 你的心臟根本就沒有問題 所以呢 這一切都是你逼婚路也行的手段 爺爺 你 爺爺 說不定也好吧 我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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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難道不開心嗎 好了 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来参加小女的订婚宴 不要因为一个外人 少了兴致 林郎总还不知道吧 陆家这么迫不及待 想要吞并林家 所以才逼着陆也行 取你的命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管得着吗 心甘情 林家花了大半辈子心血 叫西叔 你有问过 他们两位老人家 胡误啊 为了一个男人陪上整个林家 你不配送我林郭斗的女儿 以我们林家的家事地位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非要在陆也行一刻受伤吊死吗 妈 我跟也行是真心相爱的 你问问他 他爱你吗 也行 你说话啊 告诉大家 你爱我 陆也行 你要知道 你能坐稳 陆氏总裁的位置 全是我这个傻女儿在背后支持你 没有了林家 你公平不是 老师 我很感谢严可 他 我也 陆远行 你葬着我女儿对你一片真心 你就这么利用他 我看陆氏的生意 我们林家 不做也罢 以后 谁要是跟你陆远行做生意 那就是跟我林郭斗过不去 今天你让我的女儿颜面扫地 我就要让你 人才两口 寻真 都是因为你 我们陆氏最大的寇散没有了 亏许 爷爷 今天是婚 我本来就不想见 本都很明昂不要紧 陆总不是不想见婚吗 但是出于孝顺就不敢好看 那我来做这个恶人不好吗 谢谢 到底是来救 还是来害我的 陆总 林家说要与我们解除合约 陆氏一半的供应链都断了 林家走这不去 一个是什么 我人找的心的供应商 有几个国外的供应链 愿意和陆氏合作 我知道了 派人保护薰正 你林银可的性格 肯定会找新人保护 嗯 哪个 三大股东一起出现 这么快接了地瓜 陈国东在签字里放了话 只要和你陆远行有生意往外的 林家一律不合 你不会以为没了林家 我们几大股东 就怕你了吗 当今老爷子年纪大了 你的律师 早就该开心了 没了林家 我们也会有其他的好多伙伴 就会让各位师傅探索了 小桌子 我看你 我们是你很多年了 这些年的分布光光是越来越少 你知道我们这些股东都喝起北风去啊 就是我们要重新选举总裁 各位 供应链的问题 我会先选 只要我还在 陆氏 就永远永远 小子 你快守不住 其实 想渡过这个难关也不难 哈哈哈哈 只要 只要路重可革爱 将陆氏的股份吗 啊 毕竟是陆氏和林氏的矛盾 只要公司不姓陆 相信林家也愿意和新选举 这我哪些咯 话不要是这么难听吗 只要我们得到了全部的股份 我们还是愿意反聘你 做我们的总裁 哈哈哈哈 讲都别想 没有我们的支持 给你的那点股份 配做男门事的总裁 哎呀 好伙计们 我路口 还没死啊 你们就在这 起伙生了 嗯 路老师好 我怕当了还没 说了啊 今天只有两个选择 要我们收购路 要我们做这 我眼睛能不犯 哈哈 不犯你们 没有这个势力吧 爷子 这不关你的事 我们有的是经 不卖掉等货家 大家的股票 我都变了废子啊 我都变了废子 不想伤财 那我当总裁也行啊 哈哈 路是改姓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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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一场逼公子行啊 那我说呀 你们尽管撤赐 反正有的是人 想为路是童子 反正有的是人想脖子不是 哪冒出了他业业 有什么资格 说这种大话 就是 路是现在就是秋后的骂 尝不了 谁会在这个结果眼上投资呢 那有了 比如说 胡闹 你还嫌把路是讲的破乱吗 人家 把这屋子 你干嘛出现在这 在那是要再说 路总 别着急嘛 现在库龙是我捅的 那理应有我们自罪 哦 他的口气 你能有什么吧 我能给路是带来投资人 只不过 路董事长你好像有所顾忌 许这 不要自罪 前伟强是从江派 让他来投资路是 难什么好心 你 不懂 你这背心还真是强 是和我适合合作 还是路是 从此不信路 你自己劝了 前伟强 江老头的徒弟 是 江老先生最亲爱的徒弟 前伟强就收拾 哦 怪不得 你现场的眼神 然后 又毁了我 陆家 和李家的合作 你就是让我陆家包扯的 陆董事长是做什么伤害我师父的事情 你这么害怕我 你 陆家 把他干中 把他干中去 不得了打入教 他就是个坏 前李强 回国了 嗯 据说 分辨了不少海外资产 现在也算是 住宝家的制度 自古做生意 也有利益关系 是和我师父合作 还是 路是从此消失 您自己来 你们 先把钱文家叫回来 别你们联合起来 高空生计啊 对 想骗我吗 妹妹 是否 能当你老人家 亲自登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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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路走 酒呀酒呀 钱走 请坐 早就想跟陆氏合作 一听说有股东撤资 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前面讲 你师出江门 江老爷子和陆氏的恩怨 在商界谁也不知道 你这么和陆氏合作 是不合适吧 商界什么时候讲情谊 如果要讲情谊 那你在陆氏最微面的时候撤资 没有算什么 你 喝几首菜 喝几首菜 听我一下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的能耐帮陆也行 那就要看陆总了 如果要借钱 那就拿股份抵押 如果要采购原石 现在林家正在高价收购 我要求不过分 只要高于林家百分之十 你这哪是来谈合作的 你和他们一样 趁火打劫 现在除了我 行业里还有哪家公司 愿意得罪林家 出来帮你陆家的 如果钱总的材料价格合理 我路是自然乐意接受钱总的报告 可如果另有体 那先自评 请老陆总光目 价格是原来的两倍 可以理解 我陆家现在是强倒众人推 可是还没见到货 就要付全款的方式 并非我陆家承担不起 只是这 整整一个亿 占现金流 若钱总不交货 那我岂不是 财货了功 这样还是老的辣 你比你差远了 我和你师父 过往 确实有些机缘 如今 故人已去 我希望我们真实合作 如果实在合作不了了 我陆家 哪怕是倒闭 也不求你 陆市风波一出 现在股价已经跌倒了 如果没我这批原石 陆市半年都开不了仗 到时候 我就是想帮你 也无能为力了 就算有那么一天 就算我陆家的炮合作 联谈 陆不良 你的报应 很快就到 今天辛苦诸位了 陪钱某演这么一出戏 谢谢 收入好的四十美金一锅 这河特怎么写的四水里面并 你耍老子呢 老子在陆家一顺两面钱 连你钱那么出戏 你就给老子这个价格 股票卖我 你们还捞一套线走人 留在手上 就是废纸 你们三个的智商加起来 都逗不过陆远行 那不行 我不卖了 怎么说也是看着眼型长大的 我不能落就下屎 妹妹 你没卖的 今天怕是由不得各位做主了 你们这是在犯罪啊 你们当年和陆不良一起 不也是这么对别人 这就叫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事 我要去告诉你们 让你们都过劳 今天的事情 谁敢说出去 保卖贪物是原始的事 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我看谁先进去坐牢 老爷子 我来看你了 十几年了 不辜负你的主徒 将来长这么大 爷爷 你放心 钱叔叔把我照顾的很好 我马上就可以带你回家了 将来 虽然你掌握了百分之四十的陆氏股权 但这还不够 你要尽快拿回江家的一切 钱叔叔 当年的真相 调查怎么样 真相 真相 那就是我当年和陆伯良 离音外合搞垮江家 陆伯良的罪证等师傅收集好会通通服务 你要尽快搞定陆远欣 让他爱上 拿到他说的部分 在我再来究竟下 陆远欣 我也让你尝尝 失去妻人的滋味 陆氏破产 这样前世将成为第一主暴击坛 既然 别怪叔叔心狠 上场如战场 这女人还真是晦气 来这么个鬼地方 小姐什么时候动手 做的干净 把她的手给废了 结色还是结色 姑娘那可不是好惹的 到底是谁啊 放开我 放开放开 李亚克 放开我 放开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 你让我成为珠宝姐的笑话 我是在救你 那你嫁到人王的时候 你再感谢我吗 恨不得拨着你的屁臭脸的劲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毁了我的人生 你凭什么 我只是想对付陆影型 谁想到 这林烟可心理素质这么长 看到你这张灰色的脸蛋 就让你 你没事吧 做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护着他 陆远行 知道你是为什么 快把你站下来 不然不及 想死我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对不起 是我答应了 我没想到他大白天也跟动手 每次受伤都是因为你的烂桃花 是我找你复仇 还是你找我复仇 那还有啊 你不要听信 千维强的一面之子 他绝对没有影响那么简单 我师父养育了我十五年 不是你一句话就可以讲 陆总 这是你让我查的 千维强的海外资产 以及它是怎么发家的 当年陆氏吞并了 僵士在国内的资产 成立了现在的陆氏珠宝集团 但是在清算的时候发现 当时的僵士 其实已经是一句空壳了 僵士的资产 早就被人转移到了国外 转移资产的人 应该就是千维强 你还有这么多年 不许说还是对不起 师父 陆远兴对你起的借心你要小心 如果得不到他 那就毁了他 师父 你你什么意思 让陆氏彻底破产 在我们翻身之地 不可以 我们不能毁了爷爷的心血 张莱 你跟姜老头一样前面 臭老头 臭老头 事实如今 我也不满意 转移资产 让公司股价相遇 帮了不良稍稿 这一切 不是我 走走走走走 微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姜家收留你 传授你手艺 自问 没有对不起你 没有对不起我 你当初百分之后 你当初百分之后 我和姜老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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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姜老头一死相逼 你肯定 他对着是你的女儿 他也是我最爱的人 门帝玄书 你们俩在一起 不会幸福的 哈哈 你不就是嫌弃我 你不就是看不起我吗 你将将马上就要秦家当产了 肯定就是 你这个人心中暇的 见识浅薄 我一直在给你结合 可你 总是投机取笑 不求伤心 我如何放心 把女儿侧不给你 吹死我吧 吹死我吧 姜老头 犬下有知可不要怪你 这十五年 我也帮你养大了孙女 你算是向你学会 我百年 我打下的江山 不懂还是他 他怎么认识 鸣老师 都过有办事不力 这批国外采口钻石 被吊包了 你 你 你 仔细查一下 是哪个流程出现的疲劳 这么多原始被调包 损失了钱不说 咱们在发布会怎么办 太好了 还好你还没下班 你手还受着伤 这么跑出来 哪个保安保安放进来 不好意思啊路总 我现在还是陆氏集团的设计总监 我是光明震带刷脸进来的 又显了什么歪主义来害我们又是 我只是来提醒你 最好取消这次新闭发布会 钱伟强他可能要对这次机会害你 虽然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原来是他 真是你 好久没做 怎么会是你 你最好实话告诉我你过来过头 你师父想害 看哪一种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毁掉路是 那你告诉我 钱伟强是怎么把我赚了 告识 难道师父他使用这种手段 毁掉新品发布会 一旦这告识 被当作真钻石胜出 陆氏就会面临巨额的赔偿 还可能 成为全行业的效果 你是来看我的效果 来印证一下 你师父的方法有没有真实 我只是来好心提醒你 看来你也不相信你 你想要的不害我吗 现在你到什么 又不要了 你只是我成为设计检定性 你也可以用别人敢出来过来 我要你一身小薰 把我给你一场陆施算实 现在陆施是上最后一次机会 就你知道算是原始才能 把算是狂狂的 陆氏是舊是我 现在宣伐你 陆远希 我差点就对你动心了 好在 你让我又看清了你 不是帮陆氏 不是帮你 毕竟我还是陆氏集团的 是集团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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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 谁在哪 原来在这 原来在这 我 家庭难道 将来我给过你机会的师傅 这是什么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路是设计总监寻真 律师盗窃 有监控为证往安 老体把他抓起来 师傅 师傅是为你好 是是 我干嘛师傅师傅 小姐过几天前总就会把你放出去 只要你不破坏大家的计划 小姐现在分数 要没收你的手机 请不要为难我们 不是说要报警吗 干嘛带我来这 好好睡一觉 是 还好藏一个不用紧 陆总 你快来救我 我被前回家关起来了 又想吓什么却到了还用事 还用事 好隐心 你这狗男人 有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嗯 欢迎各位来到陆氏珠宝集团的新品发布会 今天是来了吗 他在路上 这是五十十万音乐的最后节目 什么 请问您还被车的 请问 请问 是在找你 著名的珠宝集团 是你把人接走了 哦 我决心是要原原平时的理想 不是都在这 秋月翔 你正好别乱来 能来不行 你要是毁了我的好事 我现在就不用你的身份 将来 明明假钻石的证据在我手上 我也可以现在把它交给陆明星 你 师傅 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 快点了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呢 看到你已经爱上陆明星了 非常荣幸 请到了著名的珠宝界定大师 李珍 看到了 录影星的自动生路 怪不得我 特别感谢陈总的支持 不然 也会有今天这次发布会 陈总 将成为我们公司最大最坚实的原始供应商 这钻石坚硬 不知道 这钻石坚硬 不知道 都是假的 陈总 怎么最终不离扎走 水星 耍我 陈伟相就不是坑人吗 对啊 各位 刚才这个小沙姐 只是陆总跟大家开了个小玩笑 陈总 把真的钻石拿出来吧 嗯 怎么 没拿 带了 原来你早有办法应该啊 害我还打电话啊谢谢你 你打电话 我是为了救路士 李师傅麻烦你今天也在 小爱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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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一流品质出色 感谢陈总 快 希望刚刚的小插曲没有给大家造成误会 我们此次新品的观念就是来源于生活中各种美丽的误会 钻石的光彩与猫眼的绚烂碰撞出独一无二的全新体验 真是不错啊 陈是这位新的设置总监天赋一流长得还漂亮 就是跟陆总站一起多登队啊 别忘了 另外趁着今天这个信息我想向各位媒体朋友再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和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 寻真 订婚 这是你第一次与陆家媳妇身份 敬陆家 陆远欣 好 你不知道 我梦里 已经来过很多回了 来了 爷爷你还没睡啊 既然进了我陆家的门 那当然了我要尽快找到爷爷留下的珠宝设计图 今晚准备睡哪 我的恶妊期肯定跟我一块睡啊 哦 爺爺怎麼這麼冷封建 這個房間 我來 師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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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十五年了我終於回來了 你怎麼來了 爺爺不是說了嗎 喜歡之前不讓我們來投放 謝謝 他走了 不行我爺爺著急著 你要是再說話 這是你誠意重說 你是誰 孫媳婦喜這麼晚 連伺候爺爺吃早飯 這種最基本的規矩懂不懂 孫媳婦懂不懂規矩 不需要你這個外人來說 他不是外人 爺爺您來了 這位沈小姐 是小眼在國外流水時的小師妹 一直暗默小眼 現在有任他做了幹孫女 所以他也算是我們入家人 什麼 你就是妍妍哥哥的未婚妻啊 孫娘 今晚就搬到路線來吧 好啊爺爺爺爺 你認孫女可以 我說能住就能住 我已經和你一起心愛的女人了 什麼 你還有更多的要求嗎 沈師妹 既然最近的路線 那我應該叫你一條姑子 以後你缺了什麼 你就跟我這個索子說 定當你搬到 姑嫂之間就應該和我們相處 是不是 是 是 你是找我有點工作也可以啊 行了 做正事吧 津珍既然已經進了我們路家 公司那邊 爺爺 津珍設計財法被人 不信公司是我們路事實質 如果路事只能依靠一個設計師 那就是你這個總裁的實質 路不良 我留在路家 就能更好地調查出當年的真相 這可是你自己送上班來的 我願意 好了沒事 照顧爺爺本來就是我這個宣誓的事情 是 果然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指紋正確 十五年間 我沒這良心做了措施 還有十五年後 陸是諸葛的創手 若是要懲罰 就懲罰我一個人吧 不用請我 是我 哎 喂 爺爺 怎麼是你 徐珍呢 我是徐真的電話 徐珍 爺爺 您找我 我的耳機沒聽著 你去我臥室幹什麼 你去我臥室幹什麼 這不是我手機嗎 這可是在我臥室找到的 你去我臥室幹什麼 哎 我剛才給您包了湯 想送到臥室給您 結果我們沒看著我們 在我們陸家 心思啊 最好單純一點 心思單純將來已經死了 什麼都不要 親手殺死他 時間不早了 快點睡 快點睡 剛剛你跟不是說的 別鬧了 明天還得做早飯呢 人們覺得累 不用這麼聰明 不用 那個 爺爺這麼大年紀了 住在一起照顧他方便點 這應該能上次那天的 我學生你那天啊 那天要睡吧 這樣 我今晚必须拿到路不良的指紋 严谦哥哥 怎么了 今天又是被那个徐正义勾引走了 他可真是有本事 看我后来大家给闹起来 看他怎么收场 不远行 好好睡吧 以后可没有这么美的梦可以做了 不远行 好 我 好 學生 那我拿著睡不著是吧 學生 那我拿著睡不著是吧 是你進來的 爺爺說了你們兩個人沒結婚之前 不能睡在一起 是不是循珍故意勾引的你 循珍呢 可可姐 我們兩個景真爺的教育 確實沒有睡在一起 你為什麼會在門口 好 循珍 沒有拿著睡不著是吧 眼睛太累了 走在房間 有時候分睡一覺 但是又不能五年爷爷的交代 所以我就出去 大晚上都不睡觉 你们搞什么呢 大晚上都不睡觉 你们搞什么呢 爷爷 我是害怕寻生五年 你跟演习哥哥同房 自己来检查一下 结果呢 你一样一样 到现在还不明白 你严格哥为什么不喜欢你 扫尼不以蒙力挡 连证据都没有就吓嚷嚷 即便有证据 那也得在关键时刻 记致命一击才行 陆不良 我也会在关键时刻 给你致命一击的 交通回家 你走 送水吧 赶紧带头 collagen 我要回家 指 dec 指纹正确 你 感谢观看 是 你快点干什么 苏不良 十五年了 你有想到你会有今天吗 你难道是 我就是江家当年的姑娘将来 薛辰 你说你是 是 陆月星 我一直都在利用你 我利用你进入陆家 就是为了找回我爷爷当年的设计图 找回你的派公益手册 以及 请当当家资产的证据 那你 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路不良 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 爷爷 爷爷 爷 爷 你也体会到 我找回没派公益手册了 我一定会将你的珠宝记忆传承下去 路不良也会造到法律的制裁 你可以安心 你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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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将你的珠宝记忆传传下去 对不起 我来替我爷爷说罪 恳求你能原谅 原谅他是我爷爷的事情 我想 最好再问一件事 你说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爱过我吗 是 我对你 只有理由 对不起 几岁兄弟 啊 錢總 擺毛之中搓空閒來 除了掉一年夜 還有別的問題吧 那我就知道了 如果是今天所有部分 你還不加我 我一定會給你爺爺的醫院 好好經理 若無人 一個進行進監獄的人 有什麼群力受過 你說什麼 請問一下 我以為怎麼死的你再生死無垢 醫院的經理班的一個人 其實你怎麼也要一起 哎 不 不 你 我以為不想看你 不是珠寶記的 不是這塊女生 既然要贖罪 這個房子應該也是你 戀行 咱們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 意思嗎 在林煙殼掌權的時候 公司風氣一直不正 以抄襲為柔 现在我是总裁 就要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传统的珠宝设计理念 已经过时了 我们要从大国文化入手 去钻研老祖宗们的审美 从而打造全新的珠宝市场 是是 一年过去了 也行 我还是忘不了你 停车 没关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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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乐到我 我爱你这身上还想 可能就 我 那你还愿意去我 孩子 你来干什么 你就不怕你嫁给陆远行 你爷爷九泉之下 会不得安生吗 能得向前看 总不能 一直活在仇恨 而且我相信 相比于废仇 刀刀刀转转转 一年了 你明明都已经放弃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和我请问 你心术不振 即使没有我 因为你心也不会去 你心也不会去 你 开门 你开门 没有心灵 没有心灵 我看这个婚礼 太久了 再等等吧 将来他从来都没有真心 他只是念你 他不会来了 不可能 我相信 也行 他已经躲走了属于陆家的一件 你身上 以前没有什么值得他同谋的 他为什么还要嫁给你 他是我认真人的 他不会逃婚的 对他做什么 我没有逃婚 我没有逃婚 你去哪儿了 这就要问你的前文婚妻了 我只有你一个婚妻 你怎么出来了 我明明把钥匙 他帮我关在化妆间里 我对你一个人之一情 如果你真的爱我 那麻烦对我爱人也好一点 陆远行 你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人家 他可以让你做上门女婿 以后临时 都是你的 谁稀罕呀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姜氏珠宝的总裁 你让一个陆远行 绰绰有余 就不劳你操心 你 以前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既然你还是不知悔改 我已经将你的罪行不悉数什么 接下来 供你向前一趟 是您一趟吗 请跟我们走一趟 那 将来 你给我动张 下去吧 陆先生 你愿意取你身边这位江小姐为妻吗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我愿意 江小姐 你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陆先生吗 我也愿意 现在我可以亲我的妻子 可以 我愿意 为你